好 另外一个话题也是接下来大家很关注的 原来还剩两个星期 这个四大公投就要投票了 执政党是请全党之力 全台进行宣讲 要想要阻挡这个公投过关 那么副总统赖兴德 昨天出席活动的时候 他致辞 但是他愚出惊人的表示 这个意见都很清楚 莱克多巴胺不是毒药 也不是伪禁药 但有人说他的功效比摇头丸大250倍 如果真的比摇头丸大250倍的效力的话 赖兴德说 我看这个摇头就卖莱克多巴胺就好了 不必卖摇头丸 还有这样一番话 让在野党的立委听到了 全部都在同批赖兴德 觉得他太荒谬了 有失副总统的高度 这个秋冬行小团体 昨天是从苗栗后轮火车站出发 总指挥林子文也重批赖兴德 说这个来记不是毒药 那请赖兴德自己吃吃看 或是由赖兴德下令 所有的军人吃吃看 他认为赖兴德的说法 让大家相当的无言 另外上市民众党立委蔡碧如就说 民进党面对公投 就是打乌贼战 为了选票输赢 就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话 甚至散布假消息 混淆民众的认知 我们党立委赖兴德 则是表示 真的很荒谬 猪不能吃 人却可以吃吗 好 曾敏宗是说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说来记有毒 执政之后又说了另一套族政 他们就是双标党 那么接下来就要请教一下 赵兴哥 赵兴哥你对于 副总统赖兴德讲出这样子的一番话 还拿摇头丸来比喻 是不是真的有失他副总统的高度呢 您怎么看 我对于赖兴德副总统表达深深的同情 因为过去在这个总统初选竞争的时候 赖兴德虽然现在已经过为副总统 但是他在小英的眼中可能已经黑掉了 所以为了这个呢 他为了要表忠呢 可能必须要讲出很多违心之论 有为他医学的专业 可能连他自己在内心的深处 是否真实相信他自己所说的话 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值得怀疑 那么如果说真的像赖兴德副总统 所讲的一样 这个来记不是伪禁药 如果说真的那么毒的话呢 那药头卖莱克多巴胺就好 第一个这个言语实在是太过轻挑 也让大家觉得说呢 面对莱猪进口这件事呢 政府并没有办法用一个非常庄重的态度来面对 第二个如果不是伪禁 那我请问2013年的民进党 坚持牛猪分离 坚持禁止莱猪是在禁止几点的 好那过去的七年前的民进党 如何面对自己七年后的民进党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到底是现在的民进党在欺骗人民 还是当时的民进党在欺骗人民 大家觉得物理看话 那么另外如果民进党真的觉得 现在的莱克多巴胺这么好 这么棒这么健康 那我请问一下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为什么连你们的退辅会主委冯事宽都说平良心 他是不敢吃的 为什么连退辅会主委也不敢让自己的农民 吃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为什么连自己的国防部长也不敢让自己的军人 吃含莱季的猪肉 为什么连自己的体育部门主管 也不敢让自己的运动员吃含莱季的猪肉呢 为什么连自己的教育部长 也不敢让我们自己的学生 吃到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呢 他应该是个很棒的东西啊 如果赖清德总统副总统真的觉得 莱克多巴胺是这么好的东西 是不是可以劝蔡英文总统 就直接下令今天开始 凡是持有民进党政的朋友们 今天开始就强力的来使用莱克多巴胺 让莱猪可以进口 而且只进口到民进党部 让民进党员天天吃莱克多巴胺 来证明莱猪的健康 赖清德总统 赖清德副总统 你有这样的决心来做吗 否则就不要去讲一些 大家觉得是视之而非的空话 或者是风话 或者是鬼话 让大家觉得不知精细是何系 让大家觉得 是不是除了陈吉正主委 自从说人吃保健食品 就跟朱斯莱克多巴胺之后的 又一鬼话立作呢 好 今天非常谢谢赵清德 接受我们的访问 感谢赵清德 谢谢若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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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